你好,你好,大家听到是吗? 听到 我就是Chloe 我公司叫Organic Concept Organic Concept不是卖有机食品的 我们是卖户外灯具的 其实在世界各地 除了香港那么灯火通明之外 其实世界各地很多地方 一入黑就真的是黑齐 他们出街或者在家里面 都要用很多不同的灯具 我们主营有单车灯、头灯、型灯 以及我们设计很多穿戴上身的灯器 让人们晚上下班回来 他们就出去跑步 出去做各种的运动 因为他们真的是黑奔奔的 如果不带给这些灯具的配置 他们是会有危险的 我们公司成立了20年 2002年到现在 我们全部都是香港设计的产品 我们在国内生产 然后是全世界去营销 我是2020年的时候参加阿里巴巴的 我们讲一下我们公司的营运模式 我想很多公司都会基本上 一我们由概念开始去设计我们的产品 然后我们就去生产 生产基地一定是在国内 然后就是去找生意 我们最主要找生意的方法就是去跑展会 我们跑展会 我想在座很多人都经历过 当年在HKTDC 真是万人空巷 摆展览那种虚陷法 到现在都很难忘的 然后找到生意接到单之后 就是走货了 这个模式我们做了20年了 如果没有特别事发生的话 那其实就是business as usual 没问题的 这样一直继续做 但是我想到2020年 大家都会知道 有一个叫COVID的来袭 杀大家一个措手不及 真是不知道怎么算好 大家只是很忙去找口罩 找洗手的清洁剂 什么都不用做了 躲在家里了 不知道怎么算好 当年是这个时间 在美国纽约的第五街 可以一个人都没有 我的女儿当时在那里 我很担心 不知道怎么办 这个是当时铜锣湾 晚上7点钟 我公司在铜锣湾 晚上7点钟是没有人的 很惊慌 真是觉得世界末日 当时COVID来袭的时候 这个是阿里巴巴总部 楼下的TIME SQUARE 你们有没有见过 中午的时间会是这样的呢? 我想疫情来到的时候 大家都真的很旷徨 在这么旷徨的时候 我刚才说到 我们的业务 是要靠去跑展会的 我们一年要跑 香港很多的展会 出去跑展会 所有的展览会 都closed down lock down 不可以去 生意是生意 生意要生出来的 你没有新的客人 你不可以只是靠旧客去做事 你没有新的生意 真的很糟糕 很愁 我想当时大家 是做商家的话 都很愁 那怎么算好呢? 下一步怎么做呢? 但是我们是香港人 对不对? 我们不会低头 那我们不会坐耳待毙的 对不对? 我们一定会想办法的 我们怎么可以是 绝处逢生呢? 一定有商机的 我们叫Organics 一定有商机 有机会有机会的 那 我既然出不了去了 于是乎 我们就唯有躲在办公室里面 做建盘展示 去开展这个Digital Marketing 这样 在云云的电商平台里面 其实为什么我们会最后 选择了阿里巴巴呢? 其实我们试过很多 试过很多不同的平台 但是 当时我连B2B是什么 B2C是什么 我都分不清楚的 我们也没有那么多资源去 突然间会请多些人 不会请多些人 回来去做这一件事 但是为什么我会选择了阿里巴巴呢? 其实整个阿里巴巴 在这间公司里面 是只有我一个人做的 其他人要继续忙着 他们平时忙着的事 第一 为什么选择了阿里巴巴呢? 就是因为 这个阿里巴巴平台 真的很厉害 我们平时 我们去跑展会 多数去一些发达国家 去欧美 英国 德国 日本 那些地方 但是 它真的接触到全世界 我接过一张单 是在这个这么美丽的玻璃维亚 我真的不知道它在哪里 当我接到这张单的时候 我问它在哪里 为什么它会要我的东西 我真的完全没有办法理解 但是我觉得很神奇 这个阿里巴巴平台真的很神奇 然后第二个原因 为什么我会选择阿里巴巴这个平台 就是 我想很多平台 现在好像很普通的 很多电商平台 都会是一个一站式的服务 它可以接触到世界各地的客户 但是当我试过几个电商平台的时候 我会发觉阿里巴巴是真的可以全球覆盖的 有些通常其他的平台可能比较偏颇一些 有些可能欧洲多一些 或者某个地区多一些 但是阿里巴巴真的是全世界覆盖的 那 online shopping 好像是 没有人想过 现在 今时今日会做不到的 这样一定行的 但是其实原来不是的 如果以b2b平台来说 还有很多平台 它只是帮你做matching matching完之后你要线下再跟它做单 那如果它只是跟我买个板的话 那我其实功夫真的太多了 这样 但是对我来说 我觉得最神奇的support 就是阿里巴巴有一个很好的阿里物流的support 那它呢 因为好像刚才那张单 我要送货去玻璃维亚 其实我真的不太知道怎么送法 因为我们是香港商家 我们货就在大陆 那怎么送呢 其实是有他们的困难的 平时如果你是带货的话 你是容易很多的 如果你是寄版单出去的话 怎么记呢 其实是有困难的 不知道怎么记 但是经过这个阿里物流 你只要输入你相关的资料 它就可以帮你排序 你要最快还是要最便宜呢 那你接着呢 你就可以去选 那当然啦 温馨提示 它里面也良友不齐的 有些很好的supplier 也有些不好的supplier 大家要小心 但是它真的帮我解决了 这个logistic的问题 还有当你和一些新的商家 去做合作的时候 你又不认识它 它又不认识你 你都很担心的 它又很担心你 你又很担心它 那怎么做呢 阿里巴巴这个平台 它就提供了信用保障 以致到呢 大家都可以比较安心地去交易 这样 那令到整件事呢 是很流畅的 就是做生意 大家都少了很多忧虑 那第三个 为什么选阿里巴巴的平台呢 就是一个很重要的 就是刚才 都有人分享过 就是我们好像去年11月 我们去开关了 我们走出去去跑一个展览会 这样 你一个展览会的场地 可能五万元 然后你整个setup要两晚 你飞两个人过去食宿 各样东西 真的要十万元左右一次 这样 你不计之前之后的很多preparation work 但是呢 一个阿里巴巴的平台呢 就是 一年的annual subscription 大概是三万五 这样 你计算你的p4p 或者你请人 各样的洗肺 以我公司的为例子呢 大概就是六千至一万 这样 一年加起来才是十万左右 那大家就会明白了 就是其实做一个阿里巴巴的平台 它在这个营运成本方面呢 是相当划算的 这样 还有它是24小时帮你做的 就是你睡觉的时候呢 它也是帮你接单 不是接单的 它帮你matching 这样 那接着第四个 为什么我会选阿里巴巴的原因呢 就是 其实很多电商平台呢 说来说去 无论它在买你什么东西呢 都是 告诉你 我的覆盖率有多大 我有多方便 或者我给钱多快 其实无论这个平台 是多么厉害 多么流畅都好 其实这个是基本的配置 另外一个很重要 很重要的配置呢 其实刚才几位分享的嘉宾呢 都有说到 阿里巴巴的人力配置 是非常之无得顶的 我真的要很多谢 我的经理 Kelvin 是帮助了我很多很多的 如果不是有这个 人力的配置的话呢 其实去这个再厉害的平台呢 我想 很多人都 用得两用就会弃炼的了 因为你不知道怎么办 我都分享一下 我最初做阿里巴巴的时候 会遇到什么问题 等于我刚才说到就是说 因为你COVID来襲的时候 你生意额已经是跌了很多的了 我们又要去开拓这个电商 只有我一个人去做 我又要上架 我又要找准备 我又要去学一下 如何卖P4P 我真的一头烟 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做 但是呢 Kelvin是由头到尾 都是stand by me 他会帮我去处理 他会教我去上什么课 或者一些简单的处理 以至到 我经历了大概头半年 六个月 一个很混乱很混乱 但是慢慢呢 我会承认了 我会知道我在做什么 很艰难的start up 期 但是呢 我当时我会问Kelvin 我说 我其实可不可以 请个代营运回来 但是他说 你千万不要啊 Khloe 你不可以做这一件事 你一定要自己搞定 你学会 你知道究竟 那个平台怎么运作的时候 你才去请个人回来 你就会知道 你怎么叫那个人做事 不然你不会叫那个人做事 那我分享一下我们的营运状况 那我们一般来说 一般情况下 我们处于三星状态 但是呢 其实 我想很多商家都会在想 我要追星星 一星星 两星星 三星星 一路追上去 但是其实我会建议大家平常心 因为呢 有一些情况下 是不可抗疫的 例如什么呢 例如说大家会看到 这里有个图 我其实产品力啊 或者我的实力产品数啊 我的服务力啊 各样东西呢 我已经达到五星星级了 但是为何我的交易力不到呢 这样 这样很差 但是其实我想告诉你 这个不可抗疫的因素呢 就是 鬼佬真的会放圣诞假的 他们十一月左右 他们就进入这个放假模式 十二月呢 是不做事的 一月呢 是慢慢recover 那所以呢 这个不可抗疫的原因呢 大家真的平常心了 但是 在这些时间里面 你们大家要尽力争取 去做好其他的 你在controllable的 的factor 例如说你上你的产品 做你的客服 其他各样的因素 令到他们睡醒了 心情到了 是开始做事的时候呢 你要去接到一张单 去冲击到四星 其实一些都不是困难的事 但是当你跌下去二星星的时候 亦都不用觉得世界末日 那其实我们的分谱图 这个是个分谱图来的 这样 我们最多的enquiry 都是一些比较发达的国家 欧美那些地方 有25%左右 但是呢 当你一直去做的时候 就发觉世界真的很大 东欧的地方 原来在波兰 捷克那些地方 他们的电商的发展 原来是很成熟的 亦都对我们的产品的需求是很高的 但是如果我不是做了阿里巴巴 其实我不会知道 因为我去跑展会的时候 这些比较偏远的地方 他们都未必会走来的 不如说说我每个月的营运状况 过去两年 过去两年 接着就让大家去明白 最初的时候 我真的不太懂得销那些P4P 我认为我愿意给多些钱出去 令到我的曝光率提升 这样 我就应该有多些click rate 这样 我的转化率就好了 例如说我2021年的时候 我每个月大概销7500元 我有35万左右的曝光率 我的conversion rate是4.5%左右 但是后来当我越做越熟的时候 当然也有人帮我 的时候 我现在只是每个月 我只是销4000多元而已 我的exposure rate好像低了一点 只剩24万多 但是 我的conversion rate是升了的 我现在有5.8% 但是最重要 最重要的是你有多少拳盘或者TM 我花少了钱 但是我的enquiry 是反而多了的 所以在这个学习的过程里面 大家可以慢慢去摸索 究竟我怎样可以聪明地去使我的P4P 去理解一下那个exposure rate conversion rate 求成是什么关系 因为最初的时候我会觉得 越曝光多我就越好 其实就这样听都应该是好的 但是当你小心经营的时候 你慢慢摸到的时候 你就会知道 其实说到底 就是你花多少钱 最后你有多少个拳盘 好了 很多人就会问 你其实要去有一个阿里巴巴的business 你家公司要有多少人呢 其实我想像刚才的嘉宾都一样 我们没有特别为阿里巴巴增拼了人手 公司有多少人 原先有多少人 就有多少人 然后呢 因为阿里巴巴所有的东西 你都可以收到手机上了 我的销售同事呢 是很开心的 很轻盈的 在手机上报价 回复 是没有负担的 其实他平时都是做这一件事的 就是公司里面 其实那些人在做什么呢 继续做那些东西 就是上产品 精准去用我的P4P Keyword 和分析Data 分析完之后告诉我 哪里做得不好 要再做得好一点 那大家继续学习 其实我现在经过了最艰难的六个月之后 在阿里巴巴上面要花费的时间 是相对稳定的 刚才说到上产品 其实大家要有一个观念 就是这个阿里巴巴那个袋 很多时候你们用的Terms叫做代营运 其实我觉得有点错误的 因为呢 其实他真的不可以帮你代营运 他只是好像一个管家那样 帮你处理一些繁琐 重复的事 这样 所以我们来说 新产品呢 我们第一个Listing 一定是自己用心做 要做得很英俊 这样的 那接着呢 你做好这些东西 你好像打好铺子之后 其实呢 他就24小时 在帮你运作中 是很发算的 那到最后呢 我想解释一下 有些人就是说 我已经在做阿里巴巴 在做这个Digital Marketing 那其实我是不是可以 用心做我以前的传统客户呢 我可以不理呢 其实我觉得不是的 他们是覆盖了不同的光谱的 如果以电子平台的客人来说呢 其实他也是会靠大数据啦 这样他会低一点的running cost 24小时为你服务啦 但是那些客户呢 通常他是带着一个目的来找产品的 但是呢 如果是传统客户 或者说我走出去 放显示器的客户呢 通常呢 他们会比较open mind一些 就是说我买这个锅 我今年想买个新奇一点的锅 这样 我会去展会看看 有没有新奇一点的锅呢 但是如果我是想电商去电子平台找的话呢 通常就是我有一个budget 我要一个什么锅 什么speak 这样 所以其实他们是不同的光谱 覆盖的客人也都不大一样 那到最后就是 其实我会觉得想告诉大家 阿里巴巴对我公司的business来说呢 已经是成为一个不可划决的一环 它是非常之重要的 因为它开拓了一个很大的光谱 不同的客源 但是我亦都想告诉大家 如果你一决定了 你要去开展阿里巴巴的业务的话 重要的事情说三次 不要放弃 不要放弃 还有不要放弃 多谢大家